郭德纲的人缘差是出了名的 但是了解的人都知道 这件事仅限于相声同行 毕竟现在德云社有着No.1的地位 谁都撼动不了 所以这就不难解释人缘差了 而且郭德纲亲自说过一句话 不黑目不德云 我们有一句属于咱们的名言 不知您记得不记得 无黑目不德云 德云社这十年来所参加的喜剧节目 最大的黑目您这是什么吗 最大的黑目就是德云社不能夺冠 夺冠就容易被人说是黑目 无论是哪个节目 只要是有德云社的演员在 就永远离不开黑目 只要郭德纲的徒弟得了冠军 那一定是黑目 但是最近郭德纲的一个新节目 肯定不会再有人说了 因为这可是央视主办的节目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正式官宣了 首当喜剧传承类综艺金牌喜剧班 面向全球发布了招聘喜剧人的招募领 还邀请了郭德纲去担任导师 而且还给予他首席金牌导师的称号 此事一出瞬间引发各界热议 下面就和大家聊一聊 郭德纲和央视合作有哪些好处 又代表着哪些特殊的意义 要知道郭德纲和主流相声界不合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他这一路走来除了艰难坎坷 更是没少受过质疑 成功过后更是被换上三俗的名头 被所谓的主流相声看不上 但是无论外界的质疑还是抨击 郭德纲都不曾放弃过 一心只想着将相声发扬光大 他的坚持并没有付诸东流 他将德宾社打造成了世界第一相声团体 几乎垄断了商业市场的90% 将相声传遍了千家万户走进了年轻人的世界 将徒弟们培养成了各节目的常客 徒子徒孙遍布全国各地 而且这次受到了央视的青睐 邀请他担任导师 同台的三个人虽然都是金牌导师 但是在名字上还是有明显的区别 郭德纲和喜剧之王陈佩斯两个人 多了首席两个字 要知道陈佩斯在喜剧界的地位 可是无人能及到 这次央视邀请郭德纲 以如此身份亮相央视舞台 算是变相承认了郭德纲的相声地位 他的能力得到了央视的认可 其实相声并没有主流不主流之说 谁能够说出让观众喜欢的相声 就是好相声 而不应该是某些取义协会来判定谁是主流 如今央视请郭德纲作证导师 就是因为郭德纲的市场号召力摆在哪 而央视不具一格善用人才的做法 也势必会让此节目大火 从另一方面来说 外界一直传言郭德纲和央视有矛盾 这事是没有什么时政的 因为2013年郭德纲本人登上了央视的春晚 和于谦表演了百家子 在14年和2010年之间 德纲一哥月云鹏和央视结下了不解之缘 多次作为春晚唯一相声节目登台 就算有点小矛盾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必要再纠结了 这次也算是破冰之旅 郭德纲登上央视 其实对于相声行业发展来说也是好事 德纲社和央视如果能长期更深远的合作 估计会让更多人了解 甚至爱上这个行业 做到真正的百花齐放 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更高境界 这次的节目到目前为止 学员还没有全部公开 德纲社是否有演员参加 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目前已知的人员 郭德纲的徒孙高贺彩 徒弟张玉和霍新成赫然在列 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 销乐会相助社的一名相声演员 我叫张玉 我是来自上海 销乐会的相声演员 郭清琛 大家好 大家好 在你演的时候 两位老师一直在笑 而且刚才一直在夸你 这个我需要做一个介绍 我有一个足弟叫高可财 他从合计社毕业之后 到上海去发展 成立的这个销乐会 这两个人呢 是我徒弟的徒弟 所以我们之间有这么点渊源 他们俩是我的徒孙 我是他们的师爷 然后这两位算奶奶就好了 从在晒出的金牌喜剧般的 选手大合照中 郭德纲平 书门弟子周培妍也身在其中 如此专业的导师阵容 和央视大舞台 只要是有真本事的演员 都不想放弃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再次提起 郭德纲的那句话 只要德云社演员赢了 那一定是有黑幕 相信郭德纲和德云社 应该也想证明一下自己 毕竟在央视的舞台上赢了 谁还能说德云社黑幕 难道央视也在包庇郭德纲吗 之前有媒体对郭德纲进行了专访 郭德纲不但透露了节目赛制 自己的评选标准 还数次大夸央视说 果然是大平台大风范 原因就是这次节目没有内定 之前参加了那么多档节目 内定的书法没听到多少 因为郭德纲和德云社背了所有黑幕的郭 欢乐喜剧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第二季到第六季 郭德纲一直担任节目的主持人 例如月云鹏 张云雷 郭麒麟 张赫伦 孟赫棠 哪一个都没有逃脱骂名 而同样是郭德纲担任导师的 我为喜剧狂 到第四季的时候 幻苗布担任了导师 那一季青群社选手也不少 也没有人去说黑幕 难道只允许人家参加节目 而不准人家拿名次吗 实力在那摆着 难道为了不被黑 降低自己的表演水平 相声有心人 孟赫棠荣获冠军 一样没少骂声 所以郭德纲说过一段话 真正的黑幕 是德云社的人不能参加 成绩好 说你黑幕 成绩不好 说你水平不行 简直就是大型的双标现场 这次的金牌喜剧班 有央视的名声压阵 还有郭德纲事先透露的无内定 徒弟们在参加 应该可以给德云社证明了吧 如此看来 郭德纲登上央视 算是获利共赢 有得云社的人气 和郭德纲丰富的经验 收视率定然不会低 这一次是否能让郭德纲 正式摆脱黑幕 看谁还会说什么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这一次的金牌喜剧场 在这一次的金牌喜剧场